人的一生當中 當然不可能平平順順 一帆風順 中間一定會出現一些危機 當然危機的處理就非常的重要 因為人跟公司一樣 都會有危機的 但危機處理得好 當然好的公關 就讓你上天堂 但真的如果遇到危機 沒有處理好就是 真的耶 對啊 所以今天來問問看專家 有沒有聽過 哪一些危機的處理呢 其實主要的這個處理人 沒有處理好 導致所有的事情 荒腔走板 真的就GG掉了 咱們就從聲明稿來吧 對啊 聲明稿 通常就是已經是 把自己的立場 寫得很清楚了 而且應該都可以想過一輪 怎麼還會出差錯呢 對 可是有時候人的智慧 就是沒有那麼的完美 那反而你這個聲明稿 出去之後呢 事情是越搞越複雜 越搞越糟糕 那我講一個 國內非常有名的 內衣品牌的故事 他們那個時候 在找年度代言人的時候 就比來比去 早來早去 他們就覺得說 有個網紅很不錯喔 長得很漂亮 然後呢 即使呢 剛剛生完小孩 那身材也恢復得很好 就是魔鬼的身材 再加上他有很多的粉絲 在追蹤 所以呢 這個內衣品牌就決定 就找這個網紅 來當年度代言人好了 那很快就簽了約 結果呢 就沒有想到 在拍攝廣告的過程當中 這位網紅似乎有一些 比較爭議性的行為出現 就是有的粉絲覺得 他的業配真的太多 那也有人覺得說 他好像呢 就是對工作人員 大小眼珠 此類的啊 那我覺得會讓粉絲 覺得比較不開心的 一件事情是 因為呢 其實這個網紅 他自己是宣稱 他可以那麼快的 那麼短的時間之內 瘦下完全是靠 自然的食物 然後食療 還有運動 可是呢 後來被其他的媒體抓包到 他好像有去動一些醫美的儀器 靠一些手術來做一些輔助 那品牌廠商呢 也知道說媒體有這樣子的爆料 然後也知道說 粉絲好像有一點反彈 那可是品牌廠商就覺得說 這個也還好嘛 似乎是可以在 包容跟寬容的範圍之內 所以呢 他們還是如期進行廣告的拍攝 然後呢 也按照時間就把廣告呢 上架 結果沒有想到廣告一上架之後 排山倒海的壓力而來 他粉絲呢 就紛紛留言 有的粉絲呢 就情緒比較激動 就說 那其中有幾個粉絲 我覺得是真的比較激動 他們甚至就發起了 拒買的行動 結果沒有想到這個拒買 廣上這時候就壓力來了 對 然後沒有想到 這拒買就加一 加一 加一 後來居然有三千多個粉絲說 我們不要買 我們不要買 那所以呢 王宏因為壓力也滿大 所以他就自己PO了一篇文章 在他的粉絲專頁 他就這麼寫 他說很抱歉 我沒有辦法讓每個人都喜歡我 那也許我不是歷年來 最完美的代言人 但我會想辦法 我會努力成為 歷年來最努力的代言人 這說得很好啊 我看得好感動喔 我覺得這個王宏 其實有讓我們換回一些信心 我們也覺得 他的危機的處理能力 真的是太棒了 這時候突然包容心都來了 對不對 對 而且說好像他很努力 我們應該再給他一點機會 對 那確實呢 真是有一些回來 可是呢 居然沒有想到的是 三天之後 品牌廠商居然發表了 一份聲明稿 這個聲明稿呢 不但是PO在他們的 品牌的網路上面 同時呢 也給所有的媒體的記者 所以大家都看到 品牌廠商到底是怎麼寫 他居然是這麼寫喔 他說呢 很抱歉造成大家的困擾 那我們認為呢 這位網紅 這位代言人 他的身形不夠完美 以至於呢 社會觀感不佳 我們會好好檢討 檢討之後呢 我們再想一想 到底有誰比較適合 當我們下一個年度的代言人 大家一聽了有沒有覺得很瞎 品牌廠商量就是畫錯重點啊 真的 我覺得品牌的那個發言人 是不是要上了一下公關課 反而大家會覺得 你這樣的切割的行為是不對的 結果沒有想到呢 這個聲明稿發了之後 越發越糟糕 不管是這個品牌的人 其實往下掉 然後也因此影響到 他們後面的業績 真的滿可惜的 對 這個就是沒有回應好 對不對 一開始 大家可能寫那個 嘉義 嘉義版制 說不買的時候 然後廠商就緊張 我覺得他的聲明稿 就發在那時候 可能大家還會覺得說 沒有那麼反感 對 可是因為他的聲明稿是發在 代言人之後 人家都已經說 我要成為最努力的了 對 然後你這樣子還 馬上還很沒心肝 然後就是沒情沒意的 就給人家切割 好慘喔 這網紅後面應該還有別的 內衣可以代言 沒錯 對 對 馬上大家就支持他啦 對 好 那我覺得 這個是公關沒有處理好 但如果是自家員工 沒處理好的話 這是怕卡通 那在我們律師處理 這個工作上面 遇到這種突發狀況 其實最嚴重的就是 就一個公司 然後突然就有一群警察 然後跑到公司裡面 來做搜索 那通常對一家公司來講 都是一個很大很大的一個事情 而且可能就直接影響到 這個公司的經營 那我們就有一家 這樣子的客戶 他本身是做所謂的 這個虛擬貨幣的買賣 那一般我們聽到就什麼 比特幣啊 這一種虛擬貨幣的買賣 那其實外面也仿間很多 他們其實外觀看起來 像是銀樓 然後或是做黃金買賣 但事實上他們因為 都跟這個錢有關 所以他們也會做這些虛擬貨幣 那我們就有一個這樣子的客戶 他本身也開銀樓 然後本身也做虛擬貨幣 可是因為畢竟這有點灰色地帶 所以他也請我們當顧問 然後也特別就是跟員工說 如果假設遇到 例如說我們在買賣這個虛擬貨幣 或是這個黃金啊 有時候會遇到一些 不理性的當事人 譬如說買家覺得他買貴了 或者他覺得賣便宜了 或許會來跟我們客訴啊 或怎麼樣 那如果我們最後 跟他的關係處不好 搞不好他會來檢舉公司 說什麼公司在做一些 非法交易之類的 那在這種狀況下 他就有教育他的員工說 如果假設你們遇到 例如說警察要來領檢 或要幹嘛的 你務必就是趕快通知老闆 然後還有趕快通知律師 那我們也想說就這樣子 結果就不幸的 大概在早上九點多 這個公司開始上班的時候 這個公司一打開門 就有警察來按門鈴 然後警察來按門鈴以後 那這個看到 應該說員工啊 碎眼心鬆才剛開始上班 那就看到這個警察進來了 他也就請他進來 問警察要做什麼 警察就說我要來搜索公司 然後這個員工就嚇傻了 因為就只有他一個人站 然後他第一個開門 所以他也就不知道該怎麼辦 然後警察就說 好 你就給我站在這邊 不要動喔 不要去碰任何東西喔 我們要開始搜索公司 通常一般人 遇到這個狀況都會嚇到啊 至少先打電話給老闆吧 沒有 我會先讓那個警察 都進來之後 然後打電話給老闆 對 但是那個員工是 讓警察進來 也搜索到一半 才想到說我應該要通知老闆 對啊 然後打給老闆的時候 老闆也當然就是馬上 第一時間 對 趕快通知我們律師 然後我們就趕快問這個員工 還有沒有誰在啊 那如果只有你在 你有沒有看到警察 拿出搜索票啊 之類的 你要跟警察確認啊 可是這個員工嚇到都嚇死了 一大票警察在那邊翻箱倒櫃 對 什麼都不敢做啊 那我們人也到了現場 那這個警察就說 好 我們已經結束了 你要問什麼事情 該拿的通通都收起來了 對 你要問什麼事情 那個我們可以回覆你 可是我們就已經搜索結束 然後我就問他 你有沒有搜索票 然後你知道警察說什麼嗎 沒有啊 我們沒有搜索票啊 那你們怎麼可以來搜索啊 對啊 因為員工有同意我們搜索啊 那這個我們叫做王牌的文件 就是你同意了什麼都可以了 你志願給他 給警察就什麼都可以了 而且也不只是帳冊跟電腦 通通都可以拿 對 結果我們被扣了 三百多萬的現金被取走了 所有的帳冊 電腦 全部被取走了 那重點是 沒有的帳冊 沒有的電腦 你公司這個本來跟人家買賣 到底現在誰欠多少錢 或你要給誰多少錢 什麼都不知道了 因為都在警方手上了 所以你這公司說真的 也不用經營了 然後再來現金三百多萬 你還要去解釋 為什麼你有三百多萬 所以我們搞了一年多以後 才把這三百萬還回來 才把這些錢還回來 結果後來發現是 就是故意假冒 同業因為覺得你生意很好 所以假冒一個被害人 來檢舉你 對 可是就搞了一年多才結束 所以這個老闆這一個公司 其實後來也就沒有經營了 對 就因為員工傻傻開門 就一切結束了 而且員工不只開門 還欠了同業所 同業所 好 這就是危機處理 根本沒有反應 對 是沒有反應 不是沒有 根本沒處理 對 其實因為我們律師常常 我們是幫當事人處理危機 對 那有的時候我們剛好 把危機處理完的時候 結果下一波的危機 是當事人自己引起的 那個當事人 他是一間公司的老闆 那你知道公司 其實最怕什麼 最怕人家來查稅 因為那個總是人家會說 你舉報你有逃漏稅捲什麼的 那我們剛好當事人 他就是被舉報說 他有逃漏稅捲 那而且他那個稅捐的數額 蠻大的 所以那時候 獎醫官他要收網的時候 他就找一些警察什麼的 就是先去搜索扣押 而且當天他就把那個老闆逮捕 逮捕到地檢署之後 就開始問話 獎醫官就決定說 那我要向法院申請積押 就是我要先讓你進去看守所裡面 怕他要在外面串供 讓你沒有辦法去外面跟人家串供 申請擠壓禁件 但是獎醫官那時候沒有舉出 我們認為合適的證據 所以那個時候法院他就說 那獎醫官的申請 他沒辦法通過嘛 就申請駁回 那就因為當事人可以回家了嘛 一般我們律師 我們叫救援成功嘛 那我們救援成功的時候 我們當然跟當事人講說 好不容易把你救出來了 所以你回去是不是低調一點 你就乖一點嘛 你就不要再去一些 聯絡一些有的沒有的人 因為可能警察那些都還在持續地 在監控 對啊 就是怕你逃跑跟串供 你知道這些事情 當然要就是不能做啊 當事人當然就說好好好嘛 然後救我回家 可是那個 因為那個是一個老闆 而且其實創業很久了 他就覺得說 越想越不甘心啊 為什麼二三十年的生意 被人家講說逃漏水 他就覺得說很委屈 他就當晚深夜的時候 他就打了一篇 樂樂場的心得 他有感而發 對 心神生的 就說我整個創業多麼辛苦 然後結果今天居然被懷疑 然後他其實懷疑的事情 根本就是人家刻意陷害我的 然後講了一大串 他就丟在那個公司的群組 然後就去睡了 然後去睡了之後呢 但他有感而發不行嗎 老闆覺得我辛辛苦苦 一手打下的江山 現在被污衊了 對 可是那個公司的群組 有三十幾個人 都是公司的員工 結果那個 他其中有員工 他就把這個東西截圖 因為他就送給檢察官 這員工一定跟老闆很不合 然後檢察官拿到了這個證據之後 他就馬上再向法院申請是群押 結果這一次群押 法院就准許了 為什麼 因為他的訊息裡面 他有講到 跟這個案情相關的 所以法官說 你是不是在這個訊息裡面 在教導你其他那些員工 我們未來公司 對外的口徑是怎麼樣 可以說我好難過 我好生氣 但你不能說 他們講的根本都是假的 真相是什麼 不能解釋 不能說明 對 可是你不解釋不說明 你怎麼紓緩你憂鬱的心情 沒錯 他沒有寫完這一篇 他怎麼睡得著 而且他只是發在 自己員工裡面 如果我們遇到這種 就是很難過 被冤枉的事情 我可能家 對啊 家族的群組 也要發一下朋友 覺得要發一下 臉書就是公開發 臉書就放上去了 心情啊 對啊 對啊 他其實他 就是因為那一篇的心情 他結果後來就被羈押境界 兩個月 他就在 因為那一篇在裡面蹲兩個月 好慘喔 真的很慘 這個危機是自己引起的 這個真的很慘 可是我覺得這兩妝 現在目前都滿冤的 因為這危機 真的是因為 不懂法律 對不對 不知道狀況而已 我先回應剛剛律師講的 就是說如果你有在我樓上 傳訊息的經驗的話 你要記得一件事情 就是所有的訊息 都是半公開的 我們心理學用半公開的詞 的意思是說 你以為你傳訊息給他之後 你跟他會看到 對 但大家會忘記 手機有截圖的功能 是 所以你不知道這個人 他會不會把你的對話截圖 去貼在報X公社上面 你只要要把訊息送出去 就要有心理準備 他有可能被公開 對 就算只是私下的訊息 你也要心裡有這個準備 對 然後也就是說 你在電腦裡面所有的東西 你都有準備 它可能會不見 或是會被公開 我怎麼覺得海苔熊 剛剛那一個笑容 好像電腦裡面的 秘密低潮很多 好可怕 不是 那一次 那一次是這樣 就是我要去一個學校演講 然後都會有很多大官 然後很多的校長 長官 戲院都會來現場 然後他們安排一個很不錯的 看起來很清新健康的主題 叫做什麼 開心 談戀愛 理性說 分手之類的 我本來想帶自己的筆電去 然後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那一天就是我剛才講 大概隔了十分鐘自我介紹 然後一直沒有畫面出現 就畫面都是黑白的 資料一直讀不出來 所以一直讀不到 然後後面那一個人一直跟我說 然後我一直發生 怎麼這樣 就開始做這個 然後後來就有一個工作人 跑來跟我說 講師 我跟你說 你那個 就是他把我的 就是接到投影機的那個線 折斷 怎麼有辦法 而且那個斷的頭斷在筆電裡面 所以你知道就是他筆電 真的沒有辦法用 筆電是不能再插別的線就對了 對 沒錯 所以他只好趕快 緊急去找另外一台 然後把 我還好 就是必然平常危機處理的這個經驗 所以我會存在水聲碟 備份的檔案 然後把檔案拿給他 讓他去存在 那個投影片裡面可以講 結果他打開之後我就嚇到 因為他看那個投影片是 就是我本來是下週要講給一些 就是熟齡的夫妻講 對 然後 他也是開心談戀愛 理性說分手 也是啦 然後學生 他怎麼辦底下都是長官 還校長耶 學生很開心 會不會其實這主題 校長也很想猜你 我看校長演唱的表情 就是一副很想聽 但是又一副 要裝正定 就裝得很正定一樣的 然後藝人就哈哈這樣子 但是學生超級興奮 然後想說 對啊 我就想說 那大家今天這個主題有興趣嗎 然後學生超級有興趣的 還在那邊一直歡呼 所以我就開始講 然後我就也就講了 就盡量在那個邊界上面 然後就講 拿捏一下尺度 對 然後後來 後來結束之後 我就跟校長說不好意思 其實很抱歉 就今天好像那個 檢報有一點問題 就是那一個承辦人他開錯了 他看到另外一個檢報 然後校長說 校長就講了一句話 校長就說 沒關係 今天我也 我就說校長可能聽得很開心說 這個演講人不錯 以後可以藏找 Fancy產品 在這種緊要關頭 真的很容易出問題 而且上次我也是就是換新手機 然後新手機不是都要把裡面的檔案 就是要把舊的 然後過到新的 然後我就怕說 他過不過去用自己的電腦的話 起碼電腦裡面有一個備份 東西不會不見 因為我很怕手機聯絡來聯絡去 裡面很多資料 萬一不見麻煩 所以我還抱了我的電腦去現場 結果到了現場之後 他果然就是過不去 舊手機的資料過不到新的 所以他就一定要插電腦 可是他插了他的電腦 我就說 我說我有帶電腦 為什麼不插我的電腦 他說你的電腦系統比較慢 所以要插我的 而且其實他講這個的時候 已經插了 而且都已經在過了這樣 然後我心裡就一直摸摸想說 天啊 你知道腦海中 就一直一個一個潮開始想說 有沒有秘密啊 哪裡有秘密啊 東西會不會出去啊 會不會明天要出來寫聲明稿 這邊是錢財勢力 應該是危機處理的好朋友吧 我也覺得耶 他會變成一種危機嗎 就我們想講 有錢是鬼推磨嘛 那有錢到那種 會讓鬼有沒有 幫你推來磨之後 還拿磨來紮你的獎 會有那種所謂的那種 板骨的那種情況 那太... 真正破億的易申菌 靈活順暢 輕盈有感 超牛優惠第二件八折 再加碼現金折扣 最高折一千 詳請請搜勇德生計 中有一個富商 他是這樣 因為這個傢伙很有錢 六十多歲的一個老先生 可是他很有錢 有錢到那種 我常常在那邊 年花惹草 他最大的樂趣 除了賺錢之外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去幹嘛 去站酒店 去站酒店 而且他有一個怪癖 他每站一個酒店 到一段期間的時候 他就包養一個 酒店的女孩子 當他小三這樣 那應該是壘犯 有一天的時候 他太太就看到 那個先生回來之後 把那個西裝外套 就掛在那個衣櫥上 他那個眼睛不知道怎麼看 就跟陰眼一樣 發覺到 這女生上面不是有一種 有一種粉是 會有點亮亮的 有一種粉 對 現在很多粉 都會亮亮的 有一些珠光 對 那他那個先生的 這個西裝外套 這個地方就有 大概一塊 這樣子有點亮亮的 一個淡淡的 這樣亮亮的東西 劉律師要小心喔 你家是就撒整片的 那因為就是因為這樣子 這個女生發覺到說 所以我以為這一塊 有個女生的粉在這邊 這一丁女生是貼上去的 對 他不可能自己這樣子 飄到那個男生的西裝上來 因此他斷定 就是說 又外遇 所以他怎麼辦呢 他就找了一個真心社 這件事在台湾 還滿有名的一個 不算小的真心社 就跟蹤他的那個先生 是 結果果然發覺到 他先生就常會去 一家酒店消費 而且常常每次都帶同一個女生 然後一開始先去汽車旅館 後來的時候 竟然就買了一個房子 小套房 給那個女生這樣 還金屋長郊 這個就是養腳山了嘛 那這太太講說 平常覺得 現在你在外面的話 就是逢場作戲 無所謂 因為做生意的 常會這個樣子 可是你養女人 那就不對這樣 所以他就開始就是說 要有更多的一些證據 問題是 做生意的這些大老闆 其實他們大概 也都有很多的心眼 因為覺得怪怪的 真的每次都好像覺得 後面好像有人在跟妳 那種感覺 老闆也做了另外一件事情 找了一個逼真心社 其實也不小 想辦法去反徵收 結果發覺到 果然是有那個 原來那個很大的真心社 居然去跟蹤他 而且還做拍照的動作 沒想到那個老闆就很 財大氣室說 這樣啦 我太太有沒有 給妳多少錢 她說不管多少錢 我就加一倍給妳 一百馬上變兩百喔 你想 再厲害的人 馬上就軟掉了 所以那個 那個真心社的那個老闆 真的很沒有什麼節操 也沒有直接到 假如說可能是一百萬 就剛剛講一百萬 他可能把它提到兩百萬 那就變四百耶 就變四百萬 像這個樣子 歐班四倍 對 結果沒想到 這個原來在 他太委託的那個真心社 就倒戈了 反而做出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他的一個員工 就可能跟那個老闆講說 老闆 我覺得妳太太也怪怪 去叮她的太太這樣 我來幫妳跟一下這樣 對 沒想到居然叮到什麼 叮到這個富莎的太太 居然就是每個禮拜 大概有兩天的時候 會跟一個 所以其實老婆也誘人喔 對 太刺激了吧 我不知道這個老婆是 他們兩夫妻好忙喔 老婆是找這個小鮮肉 是到底是為了報復她先生呢 害她本身就有這個喜好這樣子 反正就被查到這樣的證據 這一查到之後那不得了 那個富士馬上一看到 我見面欣喜 我想不得了 之前妳敢查我 現在我查到妳 對 離婚 就為這個事情離婚 完婚之後呢 結果這個鳳凰太太 大概過了一段時間才知道 原來我今天會被出賣 原來是我當初請的這個真心社 出賣了我 臉都綠了 是的 所以我要跟很多的朋友 尤其女性朋友講 對 你們要做找真心社的時候 拜託找信譽卓著的 還有包括真的很安全 妳剛才已經說都是 數一數二的 還要怎麼樣 信譽卓著的 而且跟信譽就沒關係好不好 就是一直錢往上加 就倒戈了 對啊 所以我覺得最好的 就找自己好朋友 比如說 人脈又廣 對不對 倒戈的話 還有名有姓找到人 反正就是要很有錢就對了 這樣妳才會被人家出賣 所以有的時候 人在處理危機的時候 真的是一個學問 能夠處理得好 還是處理不好 有時候處理不好 你根本事情還沒解決咧 又惹出別的案子來 沒錯 那像我們律師 有很多種種類 有些人他是專門打公司法的 有些人專門打民法的 有些人專門打家事的 那也有一些律師 他們其實專門在協助黑道 在打官司的 然後我們就也有一個 這樣子的律師通道 而且他已經大概做了 二十幾年的 一個老律師了 那他因為一直服務 可能原本這個 是一個地方的混混 後來變腳頭 後來變大哥 所以他當然服務的這個 道上兄弟也越來越多 那就遇到了一個 黑道火拼的案件 就是他自己 例如說什麼糖的 然後去跟人家火拼 那火拼以後 當然警方就來介入處理 因為有人被打死 有人被打傷 這是一個很重大的邪鬥事件 而且是有槍有刀的 就是主要說 你的這些槍 刀 這些凶器有沒有被抓到 那如果假設是被抓到 那上面會有指紋 就會被驗出來 誰殺的 誰開槍的 大概會抓 還有就是監視器畫面這些 然後這個黑道就跟他說 槍啊刀啊 我們早就都藏好了 可是現在就是怕警察來搜索 警察來找 如果找到了我這些武器 不知道該怎麼辦 對 結果我也不知道 這個律師真的很厲害 他就建議說 那這樣好吧 他認為放在律師事務所 他哪來的自信啊 他膽子很大耶 對 他認為 大概不太可能 律師事務所會被搜索 所以他就認為說 給他這樣子的建議 放到 當然這個黑道大哥 會給他一大筆酬勞 讓他放在這個律師事務所裡面 所以他也就真的 就看到那個大哥 提了一大袋東西 進去了辦公室裡面 然後就放在了那個 所長的保險箱裡 結果沒想到呢 這個律師在跟黑道大哥 聯絡過程被監聽了 所以其實警方發現 這些凶器很可能 到這個律師事務所 對 所以最後也真的 就是去搜索這個律師事務所 然後也抓到了這個律師 這樣會很嚴重吧 非常嚴重 你光持有這個槍支 就五名以上有幾屠型 對 那知法犯法 因為律師自己 對 而且他在湮滅證據 所以又有一個湮滅證據罪 然後加上他又有律師資格 所以他很可能就是會被 法官量刑上面會加重 因為他等於就是在協助犯罪 而且他應該不能在職業了 他絕對沒有辦法職業 而且這個槍還不是一支兩支 是十幾支喔 搭帶十幾支 可是我們也很難想像這個 怎麼有律師這麼有勇氣 做這件事 對 但是他就幾乎跟這個黑道大哥 生死共的感覺 對 然後就整個律師事務 當然也就關門了 然後律師也進去關了 那黑道大哥當然也進去關了 所以這個惹出問題 真的是很麻煩 還有一種就是 大家遇到這個危機的時候 都會很緊張 因為通常都是很緊急的情況 對 如果這時候還沒有智慧 一想天開 想一些奇怪的方法 其實反而是反效果對不對 對 那個 真的 慘痛的經驗 天麗姐有遇過什麼危機 可是妳看起來 就是那種很冷靜的人 而且感覺妳平常的行事作風 非常的穩當 但我們也曾年輕過 年輕的時候也是會犯錯 那話說那個時候 我是在一家媒體服務 然後剛好我同事 他寫了一篇文章 文章的內容焦點 就是提到說台灣就國內 非常有名的一個宗教團體 跟非常有名的一個財團 疑似有不明的金錢往來 那因為他點名的這個 宗教團體跟財團 都是國內數一數二 非常知名的 所以當這篇文章登出來之後 大家可以想像就是 這宗教團體就 來了我們公司抗議 那這宗教團體一次來 來了將近是二十個人 那我覺得我同事寫 這篇文章的同事也很聰明 他知道有人來公司抗議 所以他就不進公司了 那老闆也覺得有點心煩 老闆覺得說 那這種抗議的場景 怎麼我可能會出現呢 老闆那時候剛好呢 我在辦公室 老闆看到我 他說燕莉 就妳了 妳的臉看起來最Nice 最和善 最有宗教團體的緣分 妳去處理這件事情 總之我那時候就很天真 我就覺得說 反正不就是抗議嗎 那我就請他們 喝口水 喝口茶 負責安撫一下 他們請去就可以了 對 那所以那個時候 因為他們是在一樓抗議 我就特別帶他們到會議室 然後請他們 因為我們會議室還滿大的 請他們所有人一一坐下來 然後我就倒水 然後一杯一杯一杯 請他們喝 本來很天真的以為 我只要很誠懇地道歉 應該就會沒有事 那我覺得對方也是 有備而來的啦 那對方呢 將近二十個人就開始 連環泡地問我問題 其中一個就問我說 小姐那妳不知道 妳不知道妳們這樣的文章 對我們的師父是一個傷害嗎 我們師父是不容侵犯的 那我當然也覺得有點道理 因為對他們來說 師父就是他們的神 那接下來宗教團體又說 那小姐妳們有沒有做好 要看道歉文的這樣的準備 就是妳們明天或者是幾天之後 妳們就會發道歉文嗎 那我就很老實地說 我說不好意思 這個我要請示一下老闆 另外一個人就說 那小姐妳們有沒有想過 是不是再補一篇專訪好了 讚揚一下我們師父 過去所有的行為 那這個我當然也不可以 給承諾啊 因為我就是 妳也決定不了 我只是出來負責安撫他們 跟他們道歉的嘛 那當然因為我都沒有辦法決定 所以我就說不好意思 我都要再請教老闆 等等 結果他們就開始不開心了 那其中一個就說 妳什麼都不能夠決定 妳都不能夠給我們承諾 妳老闆叫妳出來幹嘛 坦白說 當下我覺得他們講是有道理 可是我就只是 被承諾 那個反應也是正常的啊 對 我就只是一個員工 我就只是出來跟你們道歉的嘛 我信的OS是 你們不要再為難我了 好 其中有一位 真的是有點生氣 我可以感受到她的憤怒 突然之間 她就把她正在喝的茶水 直接潑向我 潑到我身上 其實我當下我有點嚇到 我想說有 真的會嚇到耶 對 我想說有這麼嚴重嗎 當下也告訴我自己說 我是代表公司 雖然我不是發言人 可是有一種被羞辱的感覺 對 那我就告訴我自己 我要鎮定 千萬不可以發脾氣 如果真的發脾氣的話 接下來就更毀了 對 所以我就沒有發脾氣 可是當我還在掙扎 接下來要怎麼處理的時候 妳有想到第二杯水 就潑到我身上 連續兩杯 所以我那一天 總共被拖了三杯 還有氣氛的 兩杯在身上 一杯在我的臉 我的眼鏡都濕了 我真的有點倆功了 後來我就突然冒了一句話 我就大吼說 然後我就衝出會議室 然後就立刻請樓下的保全 然後再請我同事 打電話到警察局報案 因為我覺得有點 真的是有點過分了 他們的情緒已經失控了 對 當然立場不一樣 各自的想法跟主張 就會不一樣 那沒有想到 當他們發現說 我們已經開始叫警察局 請警察來之後 他們就開始 就是東西收一收 每個人就要回去了 就要落跑了 對 我就有點錯 我想說 剛剛不是還在情緒上嗎 現在警察要來了 你們就這麼快的要回去了 那所以後來 他們很快就回去之後 我就跟我同事說 警察好像也不用叫了 因為他們很快就回去了 可是這件事情 確實讓我心裡有點傷害 就是我才知道 原來不是就是出現了 這種抗疫的場面 也不是只有 傻傻的 笨笨的道歉而已 其實你要有很多的沙盤推演 如果你第一個 想要立刻誠懇地道歉 那你可能會被對方吃死 因為他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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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被他吃 吃 吃 因為他可能會覺得說 你既然都要道歉 我就把所有的東西 全部都要回來 那他可能還會在一個情緒上 尤其剛剛燕麗姐講的 那例子很明顯的就是說 當在有衝突的時候 你是那個看起來 比較理性的人 對方如果他比較情緒化的時候 他就會更情緒化 因為他想要知道 你到底可以理性到什麼程度 我一定要弄到你覺得 你爆炸的那一天 對 所以他們潑水 是為了人家燕麗姐爆炸對不對 激怒你 然後我們兩個 一起來病這樣子 看誰病得比較重 對 所以其實 如果那個時候 沒有辦法處理的話 你可能要隔一些時間來處理 那我想要分享這個例子 也是一個跟宗教有關的例子 那因為之前就是有朋友 送我那個信仰禮 就是基督徒的那個信仰禮 然後上面就每一天 會有耶穌跟人講一段話 然後就很有趣 然後每天又拍 2021年每天可以分享一句 然後就拍了一段 然後分享在 那個我的社群平台上 結果有 我的粉絲就很喜歡 然後他也去買了一本 然後他好巧不巧呢 跟他的老婆吵架 那為什麼吵架呢 因為那一陣子 他很認真在炒股 前陣子不是股市很不錯嗎 他一直拼拼在炒股 然後有一次就是 他一直在家也看手機 然後走路也看手機 然後也不帶小孩 就小孩在幹嘛 就餵他吃東西 然後吃一邊在看手機這樣 反正就是 那太太就很生氣 他就有一天就抓著他先生說 你到底要股票還是要我 他很有款號說 他想死喔 我覺得他真的是很不要命耶 可以這樣子真的滿厲害的 然後他一講 他很敢講喔 一講之後他就後悔了 他就看他太太臉突然變大扁 好長一段時間 將近兩天都沒有跟這個先生講話 然後先生想說大肆不妙怎麼辦 然後他就 他後來寫這個故事 告訴我是已經 那個已經好轉了 他還跟我說我可以跟別人分享 他就想說我之前不是從海雄那裡 看到那個信仰栗嗎 然後他網路上看到說 只要把老婆從房間 抱到門口 然後抱三十天 每一天出門上班都抱 這樣子老婆就會原諒他 我覺得有用耶 對 男生覺得很荒謬是不是 但他後來考量到一件事 因為他 所以他可能沒有辦法做這件事 那可以這樣抱就好了嗎 我覺得還是可以的 硬放一下就OK 可以不用新娘抱 因為新娘抱真的有點重 也可以這樣子 用這樣背的 用背的 老背掃是不是 老背掃背出去 所以他就沒有選擇用抱 但是他用一個很像的方式 他就把那個信仰栗 下面就是撕一張一張下 它是每一天每一天 然後放在那老婆的包包裡面 然後後面還寫一句話 就是說我要跟你講的話 然後道歉的話之類的 老婆我錯了 對 然後每一天放 然後每一天他要放進去之後 那老婆去上班 然後後來他起床 後來他去上班的時候 他發現那一張之後 原封不動會放在餐桌上 為什麼因為老婆 就不接受他 抱歉 然後隔了二十一天 他就是每一天都放在那個桌上 那老公也滿認真的 他就把每一天的那個信仰栗 拿去貼在他們家餐桌前面 那個桌上 就很多張 他老婆氣也滿長的 對啊 氣二十一天 不會冷真 然後到第二十二天的時候 老婆終於沒有 沒有把那一張拿出來 然後他就 老公就嚇了一跳 因為他隔天本來 去上去桌上拿 然後要貼的時候 怎麼沒有 那一張圖上面就是 我們要背起十字架 就是說我們婚姻當中 大家都會面臨各種衝突 那老公也很想要 為這個家努力 所以他有一點可以理解說 老公想要多賺一點錢 大家可以過好日子 所以他認為 他前陣子都一直以為是 老公在突渡他 都不把時間分給他 但後來他想一想 或許是 老公也在背某種十字架 然後他也在背某種十字架 然後兩個人要能夠 夫妻同心 然後他就 他就那一天就說 他就拿那張紙 然後給老公說 一起背啦 一起背啦 對 一起背 然後老公就 好 就有獲得那種 被赦免的感覺 對 所以有些時候 如果對方沒有罵 再立刻 那一個時刻原諒你的話 你可以把戰線拉長一點 他可能會需要 久一點的時間 不會再立刻給你一些答案 對 所以其實這些 這個例子剛好可以反觀 就是說你知道 有的時候情侶或者夫妻 因為有一點點 誤會而吵架 男生通常的反應 就是會嫌暴怒 你幹嘛 早茶啊 什麼就開始吵了 那其實有時候 老婆可能只是在家 然後沒日沒夜的 忙孩子 忙家裡 對 需要老公一點關係 對 所以可以先用一個 真誠的溝通 不要就是用情緒 去接對方的話這樣 對 所以還是要醞釀 久一點時間 有時候才能看到 那原本字的含義是什麼 沒錯 好 那有的時候 老闆面對公司的員工 有時候現在其實 老闆講起來是滿辛苦的 對 所以其實因為 因為台灣很多中小企業 那有時候中小企業 大概對於勞動法規 可能一致半解的 所以就有時候 其實也不太想要照法律來 就是有一些異想天開的方式 他就想要把那個員工 把他 請他自己走路 那他想到一個方法 他就是說 一個離公司比較遠的地方 有一個倉庫 就真的是公司的倉庫 裡面沒有辦公桌的 他想說 那我就請你去顧倉庫 就是去那邊 倉庫裡面辦公 而且那個老闆還很聰明 因為我們不能夠說 我原本公司離家二十分鐘 然後你新的地方 離家兩小時 這樣子 太明顯 其實是違法的 這個是不行 所以他還去拉那個 Google Map 就是說他這新的地方 其實離員工家 也是差不多 也近 對 大概二三十分鐘的車程 那他原本預期說 那個員工應該會跟他來吵 然後他就可以就是 趁機講說 做得那麼不開心 就趕快走了 自己內心設定了一個小劇場 結果沒有想到 那個員工居然看到派令 就沒說什麼 就接受了 然後他想說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接受呢 我的第一招輸了 我第一招失敗了 然後他想說沒關係嘛 那你就去那個倉庫 因為他就真的是倉庫 他不是那個讓人家上班的地方 也沒有空調 他想說把他調到一個 鳥不拉屎的地方 發派綿漿對不對 他就會知難而退 結果沒想到他覺得 老闆對我好好 我現在管一整個倉庫 而且是你啊 天高皇帝人的 都沒人管我們的 只有我一個人在上班 他回去還跟老婆炫耀說 我覺得老闆是變相給我加薪 結果那個員工 他用一個比較激烈的說法 他就第一天去 因為他去上班 因為他就真的是一個殘酷 結果因為他有加入那個 就是某個 跟勞資相關的一個社團 就是勞工權益的啦 應該是相關的 然後他就開直播 就是有一個惡意的 對 而且主持就是有一個惡意的 把我調來這邊 你看他說這邊是讓我辦公的地點 結果你看這真的是一個 了不拉屎的倉庫啊什麼的 就把那個附近的環境啊 都就是直接直播 他就直播出去 直播說你看我今天被什麼什麼 老闆來調來這裡啊 這怎麼會是 就是一個正常員工待的地方 根本公司從來沒有員工待過這邊 這邊就是倉庫啊 我是貨品嗎 我不是貨品 他就去看那邊講這樣子 結果那個社團裡面 大部分是勞工嘛 而且有一些網友是很熱心 他就會就開始就幫他檢舉什麼 結果老闆 因為那個同事有通知他 結果老闆一看想說 麻煩了 因為他們擔心你的輿論 如果很就是對你很不利的話 勞工局會常常來關心你的公司 你知道勞工局常來關心公司 公司就會很煩 對 因為你總是會有一些小地方 被會被機查到 對 所以他就想說不行啊 就是跟那個 趕快打電話給那個員工說 你趕快那個刪文好不好 你不要再直播了 那個 對不起 是我的錯 你請趕快回來 這老闆有危機處理嗎 他立馬認錯就對了 對 然後那個員工就說 那你今天叫我 你看把我調過去這樣子啊 然後那你今天有什麼補償措施啊 他說那你回來 我把你調到一個比較 比較輕鬆的工作 而且絕對有空調設備 對 絕對的話 對你很好 不是 那個調你 那個不是我要逼你走 那個只是想說公司真的有需要 但是如果你這麼不喜歡 沒關係 回來吧 回來吧這樣 但是你那個紋是不是可以刪掉 這樣子 不要讓它繼續在網路上面發小 對 結果後來那個 那個員工又回來 而且最衰的就是 因為他不是有去直播嗎 因為你知道倉庫 不能隨便當 你知道嗎 有時候那個倉庫你是需要 它必須要有那個 就是你這個地點 必須要是能做倉庫使用 倉儲使用 也要執照那些 不能隨便把貨都丟到我們地方 特定的商品才有這個規定嗎 那如果你是今天 它是一個倉庫使用的時候 我自己的房子不能倉庫嗎 可以 可是如果你是農地 你就不能去做倉庫 所以它還是要有它的使用 可是農地需要施肥 它也需要倉庫 它規定有一些農舍的範圍 那你可以做農舍 除非你要先做食用變更 你要先食用變更 一般的法規我們不會知道 結果你知道網友都很神通廣大 對 真的 他就會去檢舉 網友就幫他檢舉說 你這個地方根本不能做殘酷 結果公司還被 被罰錢 對 被罰錢 然後員工想要將他離職的 沒離職還調回來加薪 吹冷氣 所以這個老闆 根本維持處理了 沒人哭人又責兵 那異想天開的 異想天開的處理方式 完全異想不到會發生這種事 那我覺得其實這個員工 他只是沒有把他用對地方 他反應很快 被調到倉庫 馬上就知道又直播了 他就不好上班 但是很會直播 你說怎麼辦 所以有時候危機發生的時候 有時候當事人其實是真的很想處理 但是可能就是不得其法 所以如果我們請教律師的話 你們怎麼去評估說 這個當事人他到底危機處理 要怎麼處理會比較好 給他們什麼建議 好 我先說明一下 因為真的我們過往的經驗 真的就是 對啊 很多時候 大家有問題 或有遇到危機的時候 自己因為是在這個圈裡面 所以走不出去 像剛才林律師講這案子 如果你是雇主 你思考的是說 我真的要妥善地處理員工關係 我決定我想要讓這個員工 開心地在這裡工作 或者是我還是很希望他走 只是我現在沒有辦法處理而已 那我們會先確認 到底這個來委託的人 他的意願是什麼 對 意願確定跟他現實能做的事情 有點違背 可能做不到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一個理性的判斷 他手上有的武器是什麼 跟對方手上有的武器是什麼 就是一個利害關係 做這樣子的一個評估 評估這些風險 像林律師案子 我一直很想趕這個員工走 可是現實上 我就是依照現行的勞基法 是趕不走的 對 那或許我們就會跟他建議 那你可以再收集什麼樣的證據 因為通常我們會遇到危機 是可能對方有備而來 而你是完全沒有準備 所以你是被迫去面對一個 有備而來的一方 當然你現在一定是弱勢 所以你需要拉長戰線 去做準備才有辦法應戰 如果你就很明白的就是 我就上場跟他打 那你就準備被打死 對 就 是 對 喝了單杯水 沒錯 所以我們第二步 一定會跟他先理性的分析 是 所有你現在要做的風險 或是你未來還可以怎麼做 或者是對方手上 有什麼樣的武器 那整個都分析完以後 最後當然還是評估 那他願不願意這樣子做 或做這樣子的事情的成本 因為沒有一個選擇是 都是你贏的 對 那最後再讓當事人 去做一個評估 比較容易是理性的做決定 好 需要跟劉律師當朋友 就是這樣 因為他可以理性的分析 還要給你很多的策略 做參考 對不對 因為最怕就是危機一來的時候 大家就是衝動物事 然後聽到都很多 就是沒有經過的思考 都沒有好好的想 對 但是有沒有就是 讓大家可以學習的方法 就是真的把危機 變成轉機的呢 有耶 真的就像佩正剛剛說的 車路很重要 那幾年前呢 我們才聽見有位大佬 他就被媒體爆料說 疑似有性愛光碟 對 那因為這位大佬 他其實是單身 然後呢 媒體爆料說 跟他一起有性愛關係的 對方是有婚姻的 那所以呢 當媒體這樣爆料之後 我們都很好奇 那包括我自己還有 我們朋友就趕快去買雜誌來看 因為你會很好奇 到底內容寫什麼 那我覺得比較特別的是 一直沒有拍到 對方女生的照片 可是呢 有拍到這位大佬 摟絡的上半身 那大家就想說 摟絡的上半身 然後看起來 汗燥很好 因為明明這位大佬 已經超過六十歲了 那因為媒體連續好幾天 就一直報導這個新聞 所以我們就在討論說 那這位大佬 接下來會採取什麼樣的方式 會反擊嗎 還是會開記者會 會有澄清稿 會否認這件事情 但比較特別的是 這位大佬都沒講話 從頭到尾都沒講話 就是一整個是神隱 所以大家就在討論說 那你都不講話 是表示真的有這件事情 就是大家會有很多的 無限的想像的空間 可是後來就是 因為這位大佬 他整整長達一年多 都沒有出現在媒體 然後研討會也不出現 那所以大家就覺得說 是不是這件事情真的是有鬼 可是經過一年多之後 我們才發現原來真相大白 原來這位大佬他很清楚 根本至始至終沒有性愛光碟 意思就是說 他根本就沒有做嘛 他沒有做怎麼會有 性愛光碟呢 那他的上半身的裸造 是怎麼出來的呢 其實後來包括他自己 也跟他的朋友 還有包括媒體的這些報導 原來是因為 有不良的真心業者 他們就想辦法去先躲藏在 這位大佬他的家中 然後透過針孔 還有其他的方式 拍到他洗澡的時候的上半身 所以大家就可以想到那個畫面 你可能是剛脫了上半身 然後下半身你用毛巾 然後再擦身體住屋此類的 所以那個畫面看起來 結果引人遐想 那因為大佬知道說 他沒有做這件事情 可是他當下呢 因為能真心業者跟他說 你的光碟在我們手上 如果你要贖回這個光碟的話 就是五十萬 可是因為大佬知道說 我沒做嘛 所以他第一時間 也沒有想要付這五十萬 第一反應他就先去報警 然後報警之後呢 警察去做了一些追蹤跟調查 才發現原來自始至終 都是這個不肖的 真心業者搞的鬼 因為他們純粹就是 只是要恐嚇跟勒索 那當然最後是水落石出 然後我覺得比較特別的是 因為這位大佬 他的危機處理能力很好 因為那陣子媒體 每天都在就是大佬 摟絡上半身的照片 就像很多的女粉絲 女客戶 越來越喜歡他 大家就一直看 越尷尬就對了 對 就覺得說 這個身材鍛鍊得真好 結果沒有想到 沒有想到他的公司的業績 越來越好 然後他的女客戶也越來越多 所以這也是另外一種 逆轉勝的方法 對 一種好的宣傳耶 對啊 沒錯 好 但今天我們聊了很多 這個危機處理 我發現危機處理 除了時機一點很重要之外 然後危機處理的內容呢 往往都會敗在你自己做的功課 或是資訊了解不夠多 所以如果真的在你的人生當中 發現危機的話 身邊有很多的專業人士 都要多詢問一下 之後再做反應 對 然後我也是真的覺得 就看到很多這些 沒有處理好的危機的案件 我都覺得就是 我們還是每次只要遇到這種 有危機的時候 大家都會想要先閃躲 然後就想趕快推卸責任 對 我覺得第一個還是 就是先誠懇地道歉 照自己的不足 我覺得大家其實都會原諒的 是 好 今天也非常謝謝 大家分享 非常多原諒的資訊 謝謝